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番茄和鸡蛋是生活中常见的两种食材 这两者可以一起搭配着炒着吃或者是煮汤吃 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不炒不煮,出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超级好吃 快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把两个鸡蛋的蛋清蛋黄分离 分离过后放在一边带用 番茄清洗干净后,把三分之一处切掉 再用勺子把番茄的果肉给挖出来 番茄汁水可以直接倒进蛋清里面去 好4个鸡蛋,1% 车勺子 告诉我 3x3 5个鸡蛋 1x1 4个鸡蛋 1x2 1x2 3x3 6个鸡蛋 3x3 6个鸡蛋 1x3 4个鸡蛋 1x3 1x3 再把番茄果肉切碎 可以留一些颗粒吃起来口感更好 把番茄果肉放进番茄中 再准备一块酥肉洗干净以后 先切成薄片 接着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肉丁 切好后装进碗中 加适量食盐 少许胡椒粉 一点点料酒 再来少许生抽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肉丁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 搅匀以后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 加适量的食盐 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把腌制过的肉丁倒进来 再去搅拌均匀 再去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至三种食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拿出刚刚做好的番茄粥 把调好的馅料倒进番茄里面 再把蛋黄放在最上面 再把番茄粥放到盘子里面 盖上盖子 蒸锅中把水烧开 再把番茄粥放进来 盖上盖子 中火蒸8分钟 时间到关火打开盖子 这个番茄粥的内馅想越狱了 迫不及待的让我们看见里面是什么样子 把番茄粥取出来 把番茄盖打开 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美味继承 肉馅和鸡蛋都吸足了番茄的味道 吃起来特别好吃 有蛋有肉又有菜 营养均衡特别丰富 想吃的朋友不妨动手试一试这个新做法吧 你别忘了 您好 Integr一下 乱瓣 个童子 就难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